Hi,我是Warren Sir 上集我们简单讲了一下美国宪法的历史 今集我们主要介绍一下1789年制定的 这一部美国宪法所建立的政府架构究是如何 这一部宪法建立了美国政府架构 也就是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架构 其中Separation of Power,三权分立原则 是美国政府架构中最直接会影响到 美国法律制度的其中一个特质 另一个特质是联邦制度 我们之后再找一集专门讲 在这部宪法里面总共有六条实体的条文 是与政府架构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第二、第三条分别交代了 联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 究竟有什么职责和权力 而宪法第四条主要包含关于 美国的各州和州制关系的条款 第五条列明究竟这部宪法要怎样才可以修改 要经历什么程序 而第六条主要宣布联邦法律的至高无上性 也就是联邦法优于州法 今集我们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去看一下 Legislative Power、立法权、Executive Power、行政权 以及Judicial Power、司法权 具体会包含什么权力 提到三权分立 有四个字一定会跟在后面 就是权力制衡 究竟这三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 又要怎样安排呢 这部分我们就留下十九 首先我们看立法权 法律这一样东西魔鬼在细致 美国的立国先言 是希望成立一个有限政府 所以宪法没有列明 国会可以拥有的权力 国会是不会拥有的 是由人民又或者是州所保留的 但如果美国的宪法说 我没有提到的那些权都是国会的 那这件事就得人害怕了 那即是你说完 所以当你学美国宪法的时候 你经常会听到一个词汇 就是美国国会的列举权力 美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 所有的立法权都是属于由参议院 和众议院所组成的美国国会 而究竟有些什么权力呢 就在第一条的第八款里面 分别列明 那这些权力有些什么权力呢 设立邮政系统 建立联邦法院 成立陆军以及海军 宣战 征税 和支付国民的福利 政府有一些开支的权力 而美国政府成立了这么久 最最最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力 都不是上面那些 反而是给美国国会 去管理州制商业的权力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上集说到帮联条款里面 一些重大的事务 要所有的州都通过才行 那这一点的确是公平的 但是如果那个州的人数很少呢 例如说前十个州 每个州有1000万人 而有一个新成立的州 他才得200万人 但是他就有同等的权力 这样的话就很不公平了 所以在制定这一部宪法的时候 关联邦主义者就希望 美国国会的席位 是根据人口去分配 而不是每个州太公分猪肉 都是这么多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那些拥有少数人口的州 阻止他们求捐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那些人口数量比较少的州 肯定就反对了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永恒的真硬 我们经常惯常的思维 就会认为 少数服从多数是公平的 但事实上 在政治上或者法理上 这件事并不一定是公平的 因为这样做 可能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因为多数人同意的东西 不代表是正义的 举个例子 好像当时德国那样 希特拉说 我要杀杀犹太人的吗 那大家都同意的 那难道这件事就是正义的吗 所以国会的组成 如果不是按照州的地位 等额分配 那些人口数量比较少的州 就会处于劣势 有可能会被其他州 或者被联邦政府欺负 那怎么办呢 等额分配 你又怕那些小的州 阻止地球转 按照人口分 你又怕多数人的暴政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到 美国政治里面妥协的艺术 咬来咬去没意思的 我们找个折衷的方法 所以美国国会出现了两个院 一屋是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 另一个是Senate 参议院 这个两院制 其实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众议院 这个翻译是挺好的 它的席位 就是按照人口的多寡而定 而Senate 即是参议院 它的席位 就是每个州都相同 就算你个州只有一个人也好 你都是有两个席位的 虽然在我们中文的语境 好像大家都叫什么什么院 什么院 即是东华三院的friend 但其实在英文的语境底下 是不一样的 众议院的议员被称为representative 或者是members of congress 任期是两年一任 而为了维持美国国会的政策稳定性 那参议员是六年一任的 这个概念和欧洲的上议院 下议院的概念有点像 通常来说上议院都是那些贵族 皇室那些人 而下议院一般都是由一些民意的代表所组成的 又例如好像英国的上议院 它既是一个落法机关 同一时间它又担负司法机关的某一些职能 这个制度是英国的政治制度里面 很大的一个特点 在英国上议院是民事和刑事案件的 最高级别的上诉机构 也就是说它是处于司法体系里面的最顶层 即是好像则神道8号那栋大楼 即是有个法律女神 泰美斯像栋在屋顶的那座古迹 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立法会 有些人可能会不明白 为什么立法会上面会有个泰美斯像 它不应该是一个司法机构才对吗 但如果你了解英国的议会制度 其实这件事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按照英国的制度 议院才是终审机构 一般来说 众议院又或者下议院 都是由直选产生的 所以党派的色彩会比较浓厚 人数比较少 还有本身可能也是一些社会的言达 他们做决策或想事会比较理性 但同一时间可能会更加亲政府 或者是会比较保守 所以一个有民粹倾向的众议院 和一个比较保守 比较理性的众议院 这两院互相制行 其实也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制度 可以确保这个国家的大方向 不会出现一些很剧烈的摇摆 众议院和参议院 必须要共同同意某一个草案 这个草案才能够通过成为法律 美国有50个州 每个州有两位参议员 所以一共是100个人 而众议院的人数根据1990年 美国人口2亿5000万人分散在各州 但每个州至少都会有一个众议员 所以有些人口大州 会有很多众议员 例如加州有52个众议员 而麦歇根州有16位众议员 不过怀俄明州只有1位众议员 这些我们大致上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主要不是去谈美国的选举 不过真实的原因其实我并不是很熟 因为我主要研究的方向都是 Constitution和Criminal Procedure 所以说完美国宪法之后 就会和大家说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 不过我想说宪法可能都可以说成几百集 希望可以做个长命系列 好,我们又回来 我这些离题大师 幸好真的不是在学校教书 否则可能一早被人炒了 不知大家记不记得上集我们讲到 在美国南方的那些州里面 因为他们的农业是会比较发达的 所以他们就大量使用黑奴去帮他们劳作 而美国北部的那些州 完全是做国际贸易的 中部的州虽然也有少量的农业 但因为规模比较小 也是没有用黑奴的 所以在黑奴问题上 外面南北两边的州 其实是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很多人常批评美国宪法 就说你看看他 连黑奴也写下去的那些宪法 这样说的人其实是无知的 我都说了 其实美国宪法是妥协的艺术 别人不是故意写黑奴下去 别人也不是觉得没问题 其实你看看那些 关于制宪会议的那些记录那些书 关于黑奴的问题是争论了很久的 研究美国历史好的地方就是 他很多的法律条文 很多的文献 他们会有这样的习惯 是将讨论的过程全部都记录 谁人在哪一个决议里 同意了都会签名的 是会在史上留名的 不是大家唯唯唯找不到 究竟是谁说这个话 或者是写这条条文出来 所以基于妥协这个原因 美国的宪法是并没有废除黑奴制度 也没有授予国会 可以废除黑奴制度 当时美国南方的州 其实有些不讲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法律上 他们将黑奴视为财产 他们不是人来的 第一讲到 众议院是要以人口 去安排议席数 那些黑奴忽然间又变成人口 那些反对黑奴制度的 那些州肯定是不妥的 怎么可以这么相从标准 最后又妥协了 一个黑奴就当成是五分之三个人 其实这件事很差 不过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理性人 我们不可以拿我们现在的思想 代入去几百年前的人 我们不可以拿现在的标准 去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到 我们教育小朋友也是一样的 每一件事不是非黑即白 虽然现在看上来 黑奴制度是很不尊重人 和会有很严重的歧视色彩 但其实不代表 每一个家里有黑奴的人 都是坏人 我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 不过是可以令到大家明白 这件事 我不是把黑人当成狗 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养寵物 我们也都知道 寵物不是人 我们也不可能 会真的当它是人 那样看待 但是是否代表 我们对着寵物不好呢 是否代表我们一定会虐待它呢 其实不是的嘛 不是每一个家里有黑奴的人 都是这么坏的 好像在当时南方的那些州份 很多人都有黑奴的家里 那是否代表他们 每个都是坏人呢 是否代表每个人都要 用一条边去配合他们 才是正常的呢 不是的嘛 很多的所谓的奴隶主 黑奴的奴隶主 其实他们和那些黑奴的关系都很好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想象 去妖魔化了一些东西 这件事未必是你想象之中的 我再一次强调 我不是把黑人当成狗 去比喻 我只不过举一个大家可以理解的例子 和大家说这件事 所以你不要断章取义 剪了我说黑人是狗 就说我歧视了 以后说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其实说真的 我做了几千期节目 你随便在不知道哪一集 将我说的东西 剪剪贴贴 你说我做什么都可以了 养狗的人都未必是个个好人 都会虐待自己的动物 更何况 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 在南方的各州 每个人家都有黑奴 所以美国中部和北部的州 就好像金仔那边的人 常常想去南韩 常常会帮他们 快点过来逃走 走啦 又或者黑奴逃走到他们的州 他们会接制他们 南方的州就很生气 他们觉得中部和北方的州 在抢财产 所以就要求收容黑奴的州 要将那些逃走的黑奴 归还给他们 还要求把这条款写到宪法上 但当时那些美国制宪者 其实是希望最后有朝一日 是可以废除黑奴制度的 所以就强烈反对 最后是没有写到宪法 美国宪法也都授权国会 在1808年之后 就禁止输入黑奴 那最后呢 其实都是搞不定 美国的废奴令 最终在1861年至1865年 酿成了美国的内战 也就是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的道火线就是 跟林肯叔叔有关 林肯叔叔虽然不是 一个解放黑奴的倡导者 但是他也认为这个速奴权 是很不人道的 所以南方的那些州份 是很厉害林肯的 去到1860年 林肯当选了总统之后 颁布了摘地法 摘地法大大受益了 南方奴隶主的利益 所以林肯入主白宫之前 就有七个南方的州份 说要脱离联邦 他们还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府 美利坚联盟国 所以这一年 美国的内战正式爆发 一路打到1865年4月 联盟国正式投降 在1865年 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正式生效 由1789年的制宪会议 去到1865年 足足用了76年的时间 美国才正式全国废止奴隶制度 1968年的第十四条修正案 和1870年的第十五条修正案 再进一步在宪法层面上 確保了黑人平等的法律保障 和投票权力 这段废奴隶的历史 亦是美国的一段血泥史 在我的影响之下 我女女都很喜欢看Tom & Jerry 其实Tom & Jerry 其中有一集 是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为背景 很多时候都是讽刺美国的奴隶制 甚至还用Yankee Doodle 首《美国第二国歌》 来嘲笑当时的支持奴隶制的人 我跟你说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Yankee Doodle went to town Riding on a pony He's excavator in his head And call it macaroni 忘记了怎么唱 如果你细心留意 你会看到Tom的主人 整天都会是一个看不到头的黑人 Tom & Jerry 其实是一出很有深度的卡通片 你有时看 它其实是有很多对孤儿 穷人 弱者 的描写 表面上看 或者你用一个小朋友的角度看 就像猫和老鼠在那儿 逗来逗去 打来打去 但其实是在掃说中 美国的历史 亦都用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去喘息美国的精神 究竟是些什么 哎 鼎 来提大师 那几十分钟 连立法权还没说完 总之 终于去到1865年 才正式废除了黑奴制度 除了黑奴制度之外 在制宪会议里面 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就是究竟 州法和联邦法 如果有冲突的话 以哪一个为准 在邦联时期 其实曾经发生过 邦联和大英帝国 签的停战条款 又或者是所签订的 一些国际条约 那些州不承认 那些州不遵守 那是大件事的 那美国的立国先言 James Madison 本来是计划 去设立一个否决程序 授权美国国会 可以通过某一项决议 你去决定某一个州的州法无效 但就有些代表认为 这个做法 是直接冒犯到美国的各州的 一条州的法律 究竟 是不是违反联邦法 不应该由你国会决定 而应该交给司法机构决定 这个立法精神 亦体现在美国的宪法审查权 那些事件 我会和大家再详细一点 我的偶像Warren大法官 他在位期间 就是美国最经常动用 这个宪法审查权的时代 所以最后 美国宪法第六条 《联邦法至高无上条款》里面 白纸黑字明确表明 联邦法的至高无上性 原文是这样的 以本宪法所制定之联邦法律 及以美国之权力所缔结之条约 皆为全国最高的法律 将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有抵触 各州法院的法官亦应遵守之 其实这个做法是最优解 究竟一条法律 是不是违反联邦法 你国会凭什么决定 你是立法的 你不是法官 所以交给第三方的机构决定 会更加公正 这个做法也可以避免 你国会班人如果是黏了线 但我还有法官可以守着底线 即是你说国会的人黏了线 法院的法官又黏了线 其实是很难同时发生的 所以一样东西就是 立法学的魅力所在 这样都想到 真是厉害 好了三点了 五六了 睡觉了 行政权和司法权 留下集一起讲 我也想不到自己可以 在立法权中延伸这么多东西 Tom和Jerry都说了 真是整理一仔 好了今集的时间 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 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个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不感谢 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不是我是Warrant Sir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